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我家园 欢迎收看9月17号星期四的大台中新闻 新闻首先来关心体坛消息 希望让桌球运动能够向下扎根 台中市政府体育处和外埔区体育会合作 邀请今年在光州市大运拿下桌球男双金牌的江洪杰 以及资深国手吴志祺等多位国内顶尖桌球好手 一同来到外埔国中举办难得一键的桌球表演赛 安排四个场次的单双打比赛 并且搭配现场的球路解说 增加球赛的精彩度 一旁的大小朋友们是看得目不转睛 乒乓球在台桌上来来回回相互较劲 不时更上演精彩的杀球技巧 也获得在场观众的热烈回响 这场在外埔国中所举办的桌球表演赛 不仅机会是相当难得 也吸引了许多小小选手来进场观战 就是看他们抽球的时候 就想说那个动作要学起来 看比较厉害的人打球 我就感觉很有经验 因为现在的打法跟以前的打法完全不一样 那球拍拍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所以透过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些打法 那可以让学员或是小学生学到更多的桌球技术 主办单位表示 最让外埔国中是设有桌球队 但区内的其他五间小学却都没有桌球队 只有推动社团 让有兴趣的小朋友来学习桌球 但希望家里推广 所以市府跟公所也特别邀请到 在光州市大院拿下男双金牌的江洪杰 以及资深国手吴志祺等多位的国内顶尖桌球好手 在现场来一个小型表演赛 大家都看得目不转睛 下雨天什么天 所以不受天气影响 然后他场地也不需要太大 然后两个人就可以运动 然后他受伤的程度很小 就是运动伤害或是 像其他球类可能会堵折之类的 或是摔倒 希望能推动台湾全部的桌球选手 就是能桌球这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这种 比较健康有算是对身体好的活动 主办单位这一次一共安排了 四个场次的单双打比赛 而在现场跟搭配球录解说 不仅让民众轻易了解到桌球的规则跟套路之外 也希望借由优异的球技展现 鼓励更多人培养兴趣 让桌球运动能够向下扎根 记者从不汉台中陈峰岛